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身体状况大不如前 早已不允许他从事高强度的动作 有不少网友猜测 洪金宝是舍不得演艺视野 即使当不了主演 但也可以当幕后 或者说参演一些小角色 毕竟相比之前受到脱向的他 再次现身的精神状态还是不错的 相比洪金宝对演艺视野的不舍 他的感情生活也是大家议论的焦点 如果说洪金宝在娱乐圈是大哥大 在感情这条路上同样也是大哥大 1971年 洪金宝满心欢喜的 以为自己来到佳河就可以大红大子 可却没想到邹文怀却根本不看好他 反而跑到美国去将李小龙给邀请了回来 这就让洪金宝很不服气 心想 等他回来一定要让他好看 同年 李小龙回到香港之后 洪金宝就对他公然挑衅 来 咱俩比试比试 李小龙看他如此有诚意 就点了点头 两人刚摆好架势 洪金宝的腿还没有抬起来 就感觉面前一黑 原来是 李小龙的脚已经到了他的脸上 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洪金宝在很小的时候就十分的顽皮 怎么说呢 就像是上树捉鸟下水摸鱼一样 啥啥都干过 当然最喜欢的还是武术了 时不时的就会和别人鄙视一番 这就让他的父母感到十分的仇人 于是就找了个地方 好好的管教管教他 1958年 洪金宝拜师于詹元 而成龙则在三年后前来拜师 两个人兜兜转转 成为了同门师兄弟 他们时常在台上唱完京剧之后 在台下也偶尔刷爆 半个孙悟空啥的锻炼自己的表演能力 1965年的某一天 洪金宝带着自己的一众小师弟训练时 专门打了一套拳发 引起了一大片的叫好声 可就在这个时候 洪金宝乐极生悲 一不小心就将腿给摔折了 把那些小师弟给吓坏了 连忙将他送到了医院 骨头虽然接上了 胆伤筋动骨一百天 所以洪金宝需要在医院休养半年 洪金宝的家人得知后 急急忙忙的跑到了医院 看他有没有事 在得知腿断了之后 心疼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每天都往医院送大鱼大肉 当然还有一碗猪脚面 天天如此 所以导致洪金宝出院的时候 就像吹满气的气球一样圆圆的 不过这发胖的身材 也阻挡不了他在娱乐圈的发展 二 1966年洪金宝加入邵氏影业 同年就担任了武侠片 大最侠的动作指导 之后他相继主演动作片 龙门金剑和五虎屠龙等影片 并且担任动作指导 科比什的邵氏早已稳作大哥之位 手下的导演武术指导有很多 根本不差洪金宝一人 再加上邵逸夫一直秉持着 重要的职位一定要用自己人的想法 洪金宝在这儿并没有得到什么发展 直到1970年 佳和刚刚成立之时 他的创始人邹文怀 开出超高薪水四处挖人 这一发不知怎么的 就挖到了洪金宝的身上 洪金宝自然也是想往上爬的 同样的工作 自然会找工资高的地方上班 更何况 佳和给了洪金宝提升的机会 让他从原来的普通武行 一跃就成为了龙虎武师 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 成为了大哥大 再者说了 佳和是家新公司 来到这儿 说不定会有更好的发展呢 那个时候的洪金宝 应该也是这样想的 可是天不遂人愿 就是在这一年 曾文怀跑来美国 邀请李小龙回港发展 李小龙欣然同意 在那之后 佳和就开始力捧李小龙 接两位他安排了 唐山大兄 金武门等影片 回响不凡 而洪金宝 却只能继续 当着自己的武术指导 顺便饰演一些小角色 不过 随着长时间的积累 他也成为了同行业 首屈一指的五指 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 这一切才开始转变 1973年 李小龙在丁佩家里 突然去世 给了佳和巨大的打击 刹时间 就失去了顶梁柱 而也是在这个时候 洪金宝才开始崛起 同年就主演了老虎艳星 跆拳镇九州等影片 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可是做武行十分危险 用成龙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每次出宫的时候 都会点一下人头 晚上收工会再点一下 如果少了一个 那就是人没了 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活得很潇洒 每次下宫之后 都会去大吃大喝 然后跑去夜总会 逍遥自在 虽然洪金宝没有提过 自己之前做武行时的生活 可从成龙的自传中 就可以看出 那个时候的他们 放荡不羁 爱自由 苦闷的生活 总是需要美女相陪 1975年 洪金宝受到了韩国的邀请 前往韩国发展 那个时候 他联系的那家电影公司 专门为他安排了一位女同志 负责接待他 而这个小女孩就是曹恩玉 曹恩玉是一个十分细心的小姑娘 那把洪金宝照顾的叫一个滋润啊 整的洪金宝都怕自己心动 专门告诉他 你不要对我这么好 至于原因嘛 当然是那个时候的洪金宝 在香港有了一个小女友 而且他也没想和曹恩玉 发生什么关系 男生也是容易被感动的哟 本来洪金宝把时间安排得很好 在韩国待一个月 然后回到香港 陪自己的女朋友三个月 可后来不知道是啥原因 这时间就掉了个头 变成在韩国待三个月 回香港一个月 这两个人孤男寡女的 经常在一块待着 很容易就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再加上 两人正值荷尔蒙旺盛的时候 这小火苗蹭蹭的 不过 彼时的两个人并没有跳明关系 直到两年后的某一天 发生了一件让人记忆犹新的事情 有一次 洪金宝从香港返回到了韩国 准备去酒店登记 而曹恩玉作为助理 自然一试要陪他一起 那个酒店很有意思 死活不让曹恩玉进去 非说 要让他证明自己的身份 这就把洪金宝气得够呛 直接来了句 她是我的妻子 本来以为就是说说而已 没想到第二天 两人就去领事馆结了婚 这一年 洪金宝25岁 洪金宝在韩国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感觉也不咋地 还是想回到香港 发展自己的事业 于是他就问自己的新婚妻子 我要回香港 你要陪我一起吗 曹恩玉自然是一百个愿意 回到香港后 曹恩玉相后生下了四个孩子 三男一女 而随着孩子的出生 洪金宝的事业也开始逐步上升 有句话说得好 男人有钱就变坏 洪金宝也不例外 在那之后 洪金宝时常出入夜总会等场地 围在身边的音音艳艳数不胜数 再加上他在拍戏的时候 也会传出绯闻 这就让曹恩玉十分不满 两个人时常就这件事发生争吵 非但没有床头吵架 床尾盒 反而两天一小吵 三天一大吵 终于在1991年 结束了这段坚持了14年的婚姻 让人奇怪的是 也是在这一年 洪金宝和高丽红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高丽红也是个十分优秀的 他在1985年 获得香港小姐大赛的冠军之后 就步入了演艺圈 也许是因为刚出道 就参演的是动作片 所以他梦想着自己成为一名大星 可这个东西是需要高人的相助的 于是他就在成龙的引荐之下 加入了洪家班 成为了洪金宝的徒弟 1987年 洪金宝和高丽红合作了东方秃英 之后也合作过皇家女将等剧 这关系一来二去的就更近了 再加上一个是青春美少女 特别崇拜会功夫的人 而另一个恰巧是功夫大师 脸很容易的就擦出了火花 整了一段时间的地下恋情 直到1991年才探了牌 一离一曲完成了枕别人的转换 不过让人更加好奇的就是 不知道高丽红是咋想的 婚礼当天居然请的是自己的妓子 妓女当花童 这一大家子人都不知道会咋想 婚后高丽红就选择了隐退 安心的在家当起了家庭主妇 哪怕洪金宝和范冰冰传出绯闻 又或者是洪金宝和一名短发靓女 现身酒店行为举止十分暧昧 高丽红都恍如未闻 2012年又有媒体拍到 洪金宝和一年轻女子一起回到公寓 时隔几天再次约会 高丽红都毫不在意 表示俩人在谈工作 不过时至今日 洪金宝大哥也已经年迈 身边只剩下了高丽红一人 两人颇有种少年夫妻老来伴的感觉 不过遗憾的是 两个人结婚29年 却没有一个孩子 至于其中的缘由 咱们就不得而知了